他只租不賣 所以他們現在目前每一年 都可以累計大概超過 三十億的租金的收入 那第二個 其實他們一直很堅持 如果我要做一百元的生意 我只能跟銀行貸款二十元 同樣很少露面的台灣富豪 還有他 四年前入港天后宮 媽祖落盡 站在第一位幫忙抬轎的 就是寶城集團總裁蔡啟磊 以最短的時間 把最重要的這個地方找出來 其他包括 古王大力光創辦人林耀英 還有僅次台塑集團 明年國內第二大石化的 長春集團創辦人林書宏 身價統統上看十億美金 我們看到這些老闆 他在低調的過程中 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其實就是他們非常務實的 在做企業的經營 就連振興輪胎創辦人 羅杰身價也是上看46億美元 還有中國糖果大王 台商學伏技總裁徐成 和震旦集團董事長陳永泰等等 都堪稱台灣富豪 但知名度卻和財力成反比 也難怪在全台最低調的富豪 榜上通通榜上有名 三立新聞採訪吳奎言 綜合 丁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